q How about the Şu. 好 我们下礼拜讲到温度,对不对? 讲到热,对不对? 问一下 最热的感觉 热xD 热xD 热热的、温温的 很烫 那你碰到 你配合一下今天的气 今天的空氣很簡單 或者是你今天拿到那個 拿來杯熱的水 來摸摸看 摸摸看 哇 是什麼感覺 熱熱的 什麼樣子熱熱的 什麼感覺 感覺 摸摸看 很厲害 什麼感覺 什麼感覺 有一點冰的 不錯 蠻特別的感覺 感覺什麼 熱熱的 其實我這樣講 如果開燙的時候會覺得有點像碰的感覺 是不是這樣 有點像可能把 碰的感覺 有時候我們這種感覺並不輕 但是你基本上 你讓他身體會去分辨 熱的那種感覺 你自己身體會去分辨 就像一陣風吹過來說 這個風好冷喔 你有感覺 這風吹過來覺得好熱喔 你有感覺 可是冷熱這一件事情 我們都是感覺 但是這種感覺 老實說 你身體會發生什麼事情 這麼冷熱你會有這種感覺 為什麼你身體會有 腦袋會幫你 這陣風吹過來是冷的 這陣風吹過來是熱的 腦袋會不會這樣告你這些事情 因為身體會傳到脂肪 對 為什麼 誰一定要把身體告去說 你有沒有覺得冷 或你覺得熱 我現在有減一點 可能浪吹這種危險 OK 你看到這種危險 那你覺得腦袋怎麼去分辨自己 冷跟熱 它怎麼會分辨 什麼 減到傳遞的東西 我知道是減到傳遞 那它是靠什麼 來覺得減到疑 靠什麼 譬如說你現在看到這個東西 你覺得說 這東西是藍色的 你看這衣服就是寫綠色的 你看這衣服就是深藍色的 你的眼睛怎麼分辨 對 就看他的眼睛 黃色 這什麼黃色 什麼黃色 別說 你眼睛閉著 什麼 我手摸到你 什麼 你還皮膚怎麼感覺 什麼 是什麼感覺 被摸到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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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那個感覺是什麼 或是說 那東西怎麼傳到腦袋 腦袋會有什麼現象 好 那我們再往前講 那我們再往前講 一個東西 一個冷跟熱 我們這樣來看 假設這裡有一杯水 它是熱水 我們講它是熱水 這是什麼意思 比其他的 比其他的 其他是什麼東西 冷水 冰水 比其 正常的水 比其正常的水溫 不是 沒有 這是水溫好不好 這是 在室溫下的水溫 室溫下的水溫 不是 就是跟其他一樣 跟什麼其他嘛 就是室溫 所以其他東西叫 其他東西叫 比他涼的水 比他涼的水 那我拿一杯99度的水 我說它是冷水對不對 對 因為它比100度還冷 室溫下的水溫 室溫下的水溫 所以拿一杯室溫下的水溫 你喝起來 你會覺得熱還是冷 就是不熱不冷 就是不熱不冷 不是喔 不是喔 是冷夾是冷夾 所以會覺得冷對不對 所以你說這杯水是冷的 就是到底跟誰比 跟自己比 跟自己比 我們所有的腦袋 告訴你訊息 都是跟自己比 所以拿這杯水 因為這杯水是熱的 因為它比我熱 因為這杯水是冷的 因為它比我熱 對不對 或是跟自己比 為什麼跟自己比很重要 沒關係講到 所以這杯水 拿到那杯水 然後它是熱水 應該是熱過來了 好 這杯水放著放著放著 它會變怎麼樣 冷水 會先變溫水 對不對 然後再變 冷水 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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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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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熱傳出去了 熱傳出去了 因為 要等傳進去了 破殺 剛剛有一個東西講的 等一下 熱傳出去了 真的是 冷傳進來的 到底是熱傳出去了 還是冷傳進來的 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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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熱傳出去了 或是冷傳進來的 都是 但是我們基本上 我們覺得 我們如果要說出一個事情 有時候會講說 我們給他一個動物的說法 我們就說 能量是從熱到冷 能量的流動 熱到 這個叫做正的方向 這個叫正的方向 就 我往這邊走 是正的 那我往這邊走 你可以說是地球往後面走 誒 我這樣講的有什麼意思嗎 有 有意思嗎 我往這邊走 我往這邊走的時候 一個又是像地球整個往後走 假設地球整個往後走 如果我不動的話 事實上我的人是地球往後走 對不對 譬如說我往這邊走 是不是有點相對地球往後走 對我來講 那你會覺得說 這其實在物理的兩邊 是個方向的概念而已 假設你這邊方向為正 我往正的方向走 還是讓地球跟我們住的方向走 就這樣 所以我們通常定義說 熱 能量 能量往從熱到冷的地方傳出去 叫做我們習慣的方向 正的方向 那個冷傳起來就是一種負的方向 那你冷假設是負的能量 再往負的方向走 讓它去正負負責任 對不對 但是我們通常不想考慮 你考慮是正的嗎 想考慮 好 所以通常會講說 能量流了出去 能量流出去 好 所以奇怪上 能量會流動 通常是怎樣期望來會流動 這個熱溫在哪裡 因為要變長溫 要變長溫 那為什麼要變長溫 要平衡 要平衡 OK 這是一個環境外的方向 要平衡 這個整個宇宙觀物都是在平衡嗎 就想要平衡 他說能量會不會流動 不會 就不會囉 所以溫度的流動 能量 能量在溫度的流動之間 你指說 大家都一樣是 但是 能量不會流動 還是能量都在流動 事實上能量是傳來傳去 是叫做動平衡 這種平衡就是動平衡 記得吧 你在學化學 那種平衡 動平衡 記得嗎 記得嗎 這邊有一杯水 我水裡面放了鹽巴 鹽巴一開始就沖進去對不對 不會嗎 會溶不進去的 是不是有的鹽巴會掉在地下 會掉在裡面 是不是從此之後 這邊的鹽巴不太溶解 是這個意思嗎 不是 這叫做平衡嗎 那是怎麼回事 那是怎麼樣 這邊的鹽巴會溶解 會不會 會不會 會溶解 那不是過飽和了 然後這邊也會 也會沉澱 也會沉澱 所以它這 無鈍的溶解 無鈍的沉澱 當溶解的量 跟沉澱的量 一樣 做的就是叫做 這個平衡 這個動平衡 它是一個動它的平衡 對不對 動它的平衡 溫度也是一樣喔 它想要就平衡 那實際上平衡是什麼情況 平衡就是說 熱的跟這邊冷的 或者是一樣的 但溫度不一樣的話 這邊是熱的溫度 這邊冷的溫度 然後它的能量就會流出去 流出去 它流出去的時候 這溫度就會上升 是不是 你如果把熱水跟能水加一起 溫度會變得 比原來冷水高一點 比原來熱水低一點 是不是 會到一個平衡的溫度 所以我能量一直流到 溫度一樣的時候 它就不流動 是不是這樣 是不是這樣 有沒有這個經驗 是 有沒有 這個動法就是這種平衡 好 那你要想想看喔 我溫度在流動 溫度平衡 為什麼溫度會成為久 我們再往下看 再往7點的地方看 溫度的表現到底是什麼 溫度的表現 什麼是溫度 我們想說這東西溫度很高 溫度很低 為什麼你覺得溫度很高 就覺得溫度很低 感覺 對 感覺 我現在講的事情 你會覺得 人真的太不可思議了 為什麼你會有這種感覺 為什麼你會有這種感覺 就是怕危險 對呀 這是不是結果 都是為了怕危險 所以我有這種感覺 我會去感覺嘛 我如果不感覺的話 就很危險了 因為有些人不會感到痛 他腦袋沒有這種感覺 沒有痛的感覺 那有什麼缺點 就不會 他可能走一走 有一個人帶人走 後面跑出來 拿來把刀刺在他背上 他可能直接 噢 你幹嘛撞我 他就繼續走 他不會痛 他沒有感覺到痛 他不知道他在流血 他怎麼這邊濕濕的 他感覺濕濕的 他感覺濕濕的而已 在那邊覺得痛 是不是很危險 很危險 他受傷他不知道 有這種人 他不知道痛覺 因為他小孩 還小的時候 出去玩一趟回來 全身都是傷 媽媽嚇死了 都是黑心啊 是不是腳都快斷了 他不知道 沒事啊 沒事啊 不會痛啊 所以他不會痛 所以感覺很痛 那 溫度的感情是什麼 事實上 我們都講過原子 記不記得 原子 原子在跟原子的結合的時候 像子能夠快激動 這裡就是一堆原子 對原子 所以原子是讓他快震動 有沒有聽過 有聽過這概念嗎 原子跟原子組合之後 他肯定有見解對不對 是不是 有聽過見解嗎 見解 這見解他都會在稍微震動嗎 這原子組合之間 跟這個見解 他就像是堂皇一樣 這個球 跟這個球 中間擺個堂皇 這中間擺個堂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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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本身都在 小小的震動 要要震動 溫度跟這震動 有絕對關係 溫度越高 震動越快 溫度越低 溫度越低 溫度越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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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溫度會輻射出弘外線 會輻射出電磁波秒多 你認為溫度只要高於絕對零度 絕對零度 絕對零度 他就會輻射出電磁波 他就輻出電磁波 那電磁波什麼 有這種光 舉手的啊 請說 請說 先訪問 那如果這樣的話 那是溫度造成振動還是振動造成溫度 當然是溫度 溫度造成振... 你說是溫度一想到振動的頻率 還是振動頻率也會同時運動到什麼 其實兩個是同時間的表現 所以它是... 它是一個東西 就是說 剛剛在振動的時候 振動的溫度是變直過 很簡單 在振動的時候它都沒有電子 電子在移動的時候 只要有電在... 這你們還沒學到電血 那你們學到電血就這樣 只要電血在流通它就產生電磁波 所以當你在振動速度慢的時候 電磁波相對來講 輻射出來頻率跟你 振動很快就會輻射頻率不一樣 可是這跟燃燒是不一樣的 燃燒? 對啊 或者是燃燒幾分之 那是另外一種 對 那是另外一種 它是只有能量放出來 能量放出來它會打到它的原子 原子就會振動下去 所以還是振動 還是振動 就是理解方式不一樣 對對對 理解方式不一樣 就是我們用溫度跟振動的關係 好了 那你想要看到嗎 這個振動很快 這個振動很慢 所以在距離的表現之下 你會覺得說 這邊是溫度高對不對 這邊是溫度低 當這兩個放在一起會把它同行 用溫的 這振動很快 我把能量傳給振動很慢的 波是一種能量傳 你記不記得那種空的時候 能量就傳過來了 這邊能量會傳過去 也會啊 可是你傳過去比較少 這邊傳過去比較少 因為這振動很快 它碰到一起的時候 它很快的振動會傳過來 所以當最後什麼時候平衡 兩邊振動都一樣快的時候 是比較平衡的 它就變溫溫的 它這個平衡溫度呢 當作振動很快 它降下來振動比較慢 這振動很慢的 身上還是振動比較快 所以當這兩邊振動一樣大的時候 能量傳遞就會一樣多 知道嗎 是怎麼樣 這很好笑的啊 我必須讓你不開啊 好 所以能量的傳遞知道了嗎 是靠冷熱 是靠身上的溫度來傳遞 那我們上禮拜想說 溫度計的製作對不對 有嗎 有 溫度計製作就是要靠什麼 水 不是靠水銀嗎 只有水銀嗎 只有水銀讓溫度計嗎 靠什麼原理 靠什麼原理 靠什麼 靠什麼 熱縮了你知道嗎 熱上冷縮 熱上冷縮 我們現在已經知道 固執裡面只有一個 只有一個東西在某個特定的條件 不會熱縮你知道嗎 要特定條件 就是水 水在什麼條件 叫做熱縮冷藏 在變相靈 是喔 在靈度C到極度C 還沒變冰塊 就是水的時候 液態水的時候 4度 0度到4度C 它熱縮冷藏 熱縮冷藏 熱縮冷藏意思就是說 4度C的水的密度最大 對對對 4度C的水 密度最大 假設這是體積的話 這體積 它在這邊的體積 比這邊的體積大 體積 你們有沒有學過 密度最大 X跟Y軸 X跟Y軸 這叫做 這叫做坐標軸 你記得好 有聽過嗎 學過吧 假設我這樣子畫一條線的話 這什麼意思 就是X跟Y成正比的意思 你有懂的意思嗎 當X越大 Y成正比越大 對 這叫成正比的觀念 好 那我如果畫一條線 所以我們來看這邊 看這邊 以後的圖 是不是X越大 溫度越高 這邊是溫度 溫度越高 體積越大的意思 對 好嗎 從這條線往這邊看是這樣子 從這條線往這邊看是 溫度越低 體積越 越大 所以這邊要做什麼 熱搜冷 你知道對不對 越冷 它體積越大 這樣嗎 那再過去了 再過去又回來了 再過去又回來了 因為它的結冰 結冰在這邊 會跳起來 然後就變這樣子 結冰的這一段 這是零度C對不對 零度C的液態水 體積比較小 零度C的液態冰會突然體積變大 記不記得 冰會沉在水底下還是浮在水上面 冰 冰會沉在水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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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會沿上來 因為它密度比較強 因為它體積變大了嘛 所以密度變小啊 欸我現在講這邊聽不懂啊 舉手 我看有些人已經腦袋 你們今天把這個什麼 寶特品丟到冷凍 裝水丟到冷凍 不是裡面做冰塊的水 就把它拿出來 然後你看你再上上都沒有 有感覺嗎 底气变大了吗 你如果是正常的水放在冷藏的时候 会变脏太大了 所以会变下去 底气变大 但是冰块越冰的时候 它的底气就会缩小 然后不知道我会热脏怎么说了 但是那缩小变得那么夸张 那缩小怎么是这样的呢 好懂我意思吗 那缩小怎么不是这条线 是一条平的线 什么 高级的冰块 高级的冰块 高级的冰块密度比地级的冰块低喔 什么是高级的冰块 那其实里面水分 那个水 那空气分成得少 基本上都是水 它比较不会融化 它比较不会融化 就是有时候喝酒 喝酒 它用高级的冰块 它可以冰很久 它可以比较冷 它很赞 它不会吸气太多 有个简单的高级冰块做法 就是你喔 把水放到 保力的盒子里面去 再拿到冰箱上来就冰 这时候呢 这个冰 可以比较冰 一个礼拜 它整个 bunker 里面的杯子会变冰 要很久 腰 anni祖 他有热的穿地 好妄认 所以一点慢慢的 让他慢慢降鍋 这时候他会变得比较高级的冰块 OK好 所以我們就套熱帳女座來設定溫度器 你記不記得了 是 那我想問什麼熱帳女座 沒有 其實我剛剛來給你講 你坐 這時候快就是要比較大一點 這就是局域紅衫 來加一點 加一點 加一點大 我還有熱帳女座 沒有 畢哥很便宜這一個 對 他聽我的名字 有有 他聽我的名字 他聽我的名字 畢哥他現在還是死 畢哥現在還欠為大臉 好 他也是 我們五大臉可以換那個 真奶茶 又有說買東西上來 他說我也有 我也有去拿去喝的 他就上來看 他名字只有四點而已 好 OK 沒有了 我看可以把東西只有四點 好 所以我們估計 我們就用熱帳女座 由你來做 熱帳女座基本上就是跟正中有關 正中的時候呢 它就會比較大 好 因為分子跟分子間距離就變大 因為你想要正中大一點是不是 正中快一點上 你正中比較稍微變大一點 變大一點的話 你空間就變大了 這是熱帳女座的概念 噢 有概念 這個 對 好 所以呢 這是溫度的概念 溫度的概念是這樣 有概念 這溫度的傳遞很簡單 不用想說把電燈打開 你看 你看到你正邊 需要你想想 那些煙從裡面 跑出來 還從外面流進去 跑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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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進去 跑出來 流進去 跑出來 跑出來 就看不在這邊吧 有什麼在這邊 白色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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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不到 反正在這邊 對啊 白色的事 你就從冰箱跑出來 對啊 你就從冰箱跑出來 還從外面來進去 為什麼沒有跑出來 沒有跑出來 好 待會兒再主機關講一下 事實上我別都可以 你要說 從冰箱跑出來 從外面流進去 我別都可以 事實上他入住的傳遞 那種平衡 我跟剛剛講 熱跑會不會跑進去 簡單來講 我如果在中間 拍一口氣 就看你正天對不對 那這天 就從我嘴巴跑出來 還從外面跑進去 為什麼 我們習慣讓他們跑出來 因為在往外吹氣 往外吹氣 可以指一關講一下 煙的行程 我們如果有動態攝影機 有那個高速度 你去拍的話 噢 那個煙怎麼開始行程了 煙怎麼開始行程了 煙怎麼開始行程了 煙怎麼行程 然後咧 然後就 呃 產生煙了 就產生氣 因為那你們還沒學到 但你們現在可能不懂 就是我們空氣中 可以容納到水有限的 它跟溶解是一樣的概念 我們剛剛講 溶解是一樣的概念 假如一把水 你把我們現在空氣中的水 想像是鹽巴 空氣想像成水 你現在空氣中 你現在看到這個空氣中 有沒有水 問你 有水 有水對不對 可以看那間水嗎 看無間水 現在空氣有水嗎 空氣中有水吧 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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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說空氣是水 我剛剛都拿這個例子來比較 這邊的例子是鹽溶到水 對不對 我們想像一下 鹽是我們現在空氣中的水 這個水是空氣中 就是空氣 所以鹽溶到空氣 就像在水溶到空氣 鹽溶到水 就像在水溶到空氣中一樣的意思 這樣知道意思嗎 所以在空氣中有沒有水 有 有水 可是看那些水嗎 看不到 但是你可以想像是水溶到空氣中去了 什麼時候溶解度會降低 温度 温度降低的時候沒有錯 空氣也是一樣的概念 當溫度降低的時候 溶解度就會降低 溶解度會怎麼樣 溶解度降低會怎麼樣 溶解度降低的時候 溶解度降低的時候 鹽就跑出來了 空氣也是一樣 當溶解度降低的時候 溶解度不夠 水就跑出來了 所以這為什麼雲產生 對水就跑出來了 同樣的 我含口氣 我空氣中 我水裡 我肚子裡面的 我嘴巴裡面的空氣是比較開 溶的水比較多還是比較少 比較多 比較多 我肚子裡面的空氣 是比較熱還是比較冷 比較熱 比較熱 所以這個熱空氣 含了很多的水氣的 含了很多水的熱空氣 從水到跑出來 遇到旁邊的冷空氣的時候 瞬間 是不是溫度降低 是不是溶解度降低 水跑出來 水就跑出來 水就變蒸氣 水就變蒸氣 我們演講 蒸氣 蒸氣是 蒸氣是看得見還看不見的 蒸氣是看得見的 水才看得見 你看到白白的都是水 這是小水滴 蒸氣就是空氣 他說水變成空氣了 水變成氣體了 基本上變成氣體 就看不見了 除非說那個氣體 就有顏色了 我的那個氣體都沒有顏色 你就看不見它了 懂意思嗎 當它變成氣體的時候 它不見 我們的視野就看不見了 因為它就變得太小 小到我們眼睛看不見了 很熱水 所以你看 我這邊熱水 請問他現在有沒有在冒水氣 當然有在冒水氣 它一變水氣就看不見了 簡單來講 簡單來講 我在地上灑一些水 好 我灑了水了 這水可能會蒸發 會 可是在過程當中 你可以看到白白的冒翔嗎 有 當然看不到 是不是看不到 是不是看不到 因為它直接變氣體了 它直接變氣體 中間沒有所謂的 從氣體又變成 地質的那種過程 你看不到 所以它沒有所謂的白白 你再仔細觀察水壺喔 鳳姐 你看 水壺 好 假設我再加一點 我再將你燒開水 它開始冒 水你滾了 它開始冒蒸氣了 水蒸氣怎麼冒的 小水壺 仔細看喔 水蒸氣 是從這邊直接出來嗎 還是這邊有一點透明的 可以從這邊出來 透明 應該是有透明吧 應該是有透明吧 其他有透明的 這邊有沒有含水分 有含水分喔 這才叫水蒸氣 當它開始變白白的跑出來之後 這裡變什麼 麵條會滴的 空氣中水一跑出來 為什麼 因為這邊外面冷 外面空氣比較冷 對不對 你高溫的水氣 高溫的水 有含水氣的空氣 跑出來都被降溫 耐撒那 降溫的耐撒那 是不是 凝結了 嗯 水氣又跑出 就是我們講的 溶點不夠 水又跑出來了 還在幹嘛 還在幫你理解 還在幫你理解 用心血課的方法 理解自然一個不錯 好方法 所以有理解嗎 有 所以你在想看 我看吐的空氣 到天天了 為什麼會變 會有一層霧 一層白色的霧 熱 熱 跑出去 然後呢 等一下 能跑進來 然後呢 總之外 互相的 就是 就是 嗯 沒有對呀 沒有講完 講完才對嘛 其實就是呢 嗯 就是呢 呃 反正說 是能跑進去 各種不同的 然後呢 那個 不是對 不是對 就是 就是 哦 你都在那邊 知道嗎 知道 你知道嗎 不是啊 他們都知道 你要提示一下 我剛剛講的 有 有啊 熱跟人家 影響 對 知道 有 什麼影響嗎 不知道耶 呃 就是啊 看看一下 卡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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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再思考一下 有沒有誰可以幫助大聲的 來解釋一下 分手噴出來水 會變成物狀 快點 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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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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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的 比較 然後 然後 當你 把這個 它一直滷出去的時候 它裡面就去掉 然後 然後 去掉之後呢 因為 冷的配置 它比較早 它比較冷 之後 這個都會增白一點 它的水會不見一點 不是增白 它變成 超水 它就沒辦法 農 那麼多水了 對不對 空氣中農到非常多水 水就被趕出來 趕出來 就形成什麼 小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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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非常小水地 我們看起來就是霧霧的 是霧霧的樣子 OK 空氣的也叫容解度嗎 呃 其實我們有另外別的名字嗎 哪 叫做 飽和增肌啊 或者是叫做 含水量 或者叫濕度 很多種種說法 但是你概念上是一樣的 你可以想像概念上是一樣的 因為我們在學習喔 為什麼說 有時候我們在想說 這些自然科學學習 它會有一些堆疊 你在那邊不理解 你要去理解 風評會比較難 所以趁現在 我們要重重教學的時候 如果你不理解 要舉手發問 趕快問你就越容易理解 你底下的東西 越理解越多 你學到越高升的時候 就越不容易 不知道 所以千萬啊 散熱的時候 你再強勁 你只要聽不懂 就舉手就對了 只要覺得 哎呀 舉手就不好意思 我也不知道不會 所以 我知道不會 我才會學會嘛 我一直表現得我很會 你會學會嗎 沒有啊 就學不會了 因為你表現你的很會 想辦法都要怎麼回 沒有辦法幫你更會 所以你就很會 對不對 你很會的時候 就沒有辦法 再學習新的東西 你很會 所以你要不斷地去思考 我哪裡不會 趕快舉手 我這裡不會 然後別人就可以解釋 可以幫助你 你就學會了 OK 所以你越附入自己的缺點 你就可以變得更好 懂嗎 這很快 你又表現出我很厲害 其他你又變厲害嗎 怎麼變厲害 你表現出很厲害 你表現出很厲害 就變得很厲害 怎麼變厲害了 自信 有自信 有自信的 有自信就變厲害嗎 有自信變厲害了 有自信沒辦法變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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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自信變厲害 我聽不清楚搭配你 Lowen而已 Lowen而已 Lowen Lowen Right now I'm talking to her Please share your big mouth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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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這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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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定沒有 我今天走一走 然後我唱歌 那有時候就 欸 學會你唱歌的感情 原來這是我的缺點 我回去要深知檢討 我看YouTube影片學唱歌 所以就越唱越好 說明這樣 除非我覺得說 沒關係啦 我已經夠了 年紀這麼大了 學唱歌也沒什麼了不起 我至少唱歌不好聽 但是我的心情很開心 我喜歡唱歌 所以你拜託忍耐一下 不然我就到別人家路上 對 那我 你知道說 這邊我不會學好的 所以我不會更好 對吧 我除非放聽再學好 我的當別人聽 就是說 欸 你唱歌很難聽 我之後都會原來唱歌不好聽 我如果想變得更好 我就去學習啊 可是當我自己 每天吻音不全 唱了半天 也每天吻音不全 都不好聽 我自己以為唱得很好聽 看 大家都很喜歡聽我唱歌 有這個例子啊 誰 激安啊 激安唱歌唱得難聽的時候 有誰 激安誰 就是胖虎 胖虎 胖虎的另外一個 另外別人家激安 以前我們小時候 像他媽媽家激安 胖虎唱歌很難聽 有沒有同學敢接受他 沒有 他是不是覺得他唱得很好聽 你看這麼多觀眾都在聽我唱歌 但是他就覺得他唱得很好聽 對 對不對 所以說他會變得更好 他特色沒有人 不會啊 因為他沒有被揭露這個缺點 他是也不願意揭露這個缺點 你敢做唱歌難聽 砰 疫情就過去了 對不對 好了 所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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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剛剛講什麼 對 講到趴了趴氣 我們在把氣趴出來的時候呢 你會看到那個溫度 那個變成水冷氣 空氣變成水冷氣的過程是怎麼樣 你可以去觀察喔 那個 煙 那個白色鈴 是從嘴巴出去還是從外面跑進來 都是 事實上我覺得都是 所以他沒有就覺得有沒有變得來 事實上他停在這邊 他停在中間 他停在中間 好 但是你看那個表現喔 就是煙看變成煙 是從哪裡看變成煙的 特別 事實上那煙可能是從那邊跑出來 事實上你打開冰箱會覺得 空氣是這樣流出來 是因為空氣這麼高 那冰箱這麼高對不對 你打開門的時候 這麼高的空氣 它出來是掉下來的 因為它裡面溫度比較冷 冷的密度比較高 所以它往冰箱跑對不對 所以那個比較多的空氣 往下 冰箱起的時候 它一定是往外流出來 沒有錯 空氣還是往外流出來 空氣往外流出來 上面的空氣補進去 對 上面補進去 但是這個流出來的空氣是 比較低的溫度 所以它流出來這個地方的時候 地板上的熱空氣 跟冷空氣做結合 做均衡混合 平衡 平衡溫度升高一點點 升高一點 對外面來講 會降低一點點 外面的空氣有水分 降低的時候就會產生 在冷… 向それ含度 Juniholm 這個就是白咇一片 OK 很垃到滩縮… 熱體上很縮 Ting on ר uhh 熱體上很縮 收就是縮 What? Oh..就是縮體肌啊 締體肌阿 底肌縮小 變大變小 變大 變大嘛 OK 來啦 OK 跟大家講一下 algunas度 那你覺得熱 我覺得很冷 為什麼不一樣 因為我跟體溫不一樣 體溫不一樣非常好 剛膀部身體很熱 我摸摸了一杯水 這冷水趕快拿來喝 就旁邊明明明是溫水還是冷水 因為身體很熱嘛 都喝到 可能你覺得溫水的水果就覺得有點涼涼 可是呢 這樣不是標準 沒有 沒有標準 那是進度標準 37 標準怎麼很重要 貝蕊跟 標準重要 貝蕊跟您接近 標準很重要 為什麼標準很重要 我們以前講測量很重要 才可以溝通 不然每次都說 欸 給我一杯熱水 我買一杯熱水給你 你給我這邊 明明就是溫水啊 我給你吃熱水 就是溫水 哎呀 吵架了 對不對 有病啊 那你說 請你給我一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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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熱水 你一彎 我講到這邊都沒有人想到什麼哏 就溫水 什麼 什麼水 什麼水 我不要給你 沒事 沒事 好 怎麼哏 好啦 我們請你畫一個 請這個小小 好 我們要有一個標準 我們常常知道在講什麼嘛 所以說 請你給我一杯 30度C以上的水 清楚嗎 請你給我一杯 50度C以上的水 清楚嗎 清楚嗎 這個標準 我們有一個標準的時候 講話就不會 就不會迷糊 就不會知道你在講什麼 所以我們有一個標準 好啦 所以他討論標準 標準剛剛有一個同學講的 他說 其實溫度器 我們現在用最簡單的標準就是 這是沸騰跟傑兵嘛 是不是這樣講 是 傑兵 跟沸騰 100 OK 沸騰這樣寫什麼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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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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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討論一個人 這個人叫做 Celsis 他這個人 他定出來這個標準 定出這個標準 1度C跟100度C 所以這個 攝氏這個人 攝氏這個人 攝氏 攝氏是一個人 攝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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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酥氏 對對對 這是某一個人 所以今天這個人 中文就翻譯比較色氏 色氏體度 色氏體度 他是定度到100度 那有另外一個人 在早期的體系 在英文體系呢 華先生 華先生 他定出另外一個標準 他說水皆兵幾度 32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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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華氏嗎 今天他 為什麼他覺得F 那肺騰呢 肺騰呢 212度 F 亂死了 這什麼數字啊 他為什麼定出這個數字 012 因為他們相差了 1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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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怪喔 好啦 仔細想一下 32度 F 如果往前追 0度 F 是什麼東西 完全解鋪 褲車 我就褲在12度啊 不是啊 可以五分之幾 對 現在五分之幾 好不好 我不會帥 好 沒關係喔 好 這個0度 F 有它1喔 這是鹽水結冰的溫度 那 那鹽水結冰的溫度 那100度 對 100度 100度是什麼 鹽水配合的溫度 100度是什麼 湯水配合的溫度 不是 100度是人的溫度 啊 啊 人的體溫 啊 我醒來 喔 你現在查課本喔 他會告訴你說 他會告訴你喔 人的體溫大概是98.9F 這樣子 但是我比較相信 在那個年代 可能人的體溫 他應該是用人的體溫檔 100度來看 這個東西 測量都有誤差嘛 他可能同種測量都有誤差 所以 這誤差只有一點點喔 所以根據我的考證 根據我的規定 我那種華氏這個人 他應該是唐海家 他在海上 在海上最怕什麼 最怕 室溫 最怕人生病嘛 人生病怎麼判斷 第一個是溫度 對不對 所以我就拿個溫度計測一下 你是100度左右 所以你可能生病 100度很多 跟100度很少 都不快點 你可能生病了 另外一個唐海的怕什麼 食物結冰 怕船 怕海上結冰 海如果結冰了 你就走不動啊 你的船就卡住了啊 怎麼辦 所以我就每天拿個海水去測一下 當我這個溫度 快接近零度的時候 我就告訴你 不能再走了 然後趕回去了 不然水就結冰了 是不是這樣 有沒有道理 有沒有道理 我真的有非常道理 所以我這推路很有道理 但是現在沒辦法問他 所以我只讓他這樣想 所以零度是 連水結冰 然後點白 就是人的溫度 我們根據他定出來之後 但是後來人都不會考這個 因為後來大家都習慣 用滑溪調整 測離我們 因為人的溫度一不一樣 不一樣 你的溫度 他的溫度 他的溫度 我的溫度 都不會一樣 差不多 都不會一樣 所以你用這個來定 是不是怪 是不是怪 可是水的背的溫度 一不一樣 一不一樣 純水喔 只要是純水 水做出來都是一樣 所以他叫溫度器很簡單 放進去 純水加熱 加到背等一側 100度 所以就跨五顆吧 這個溫度器100度在那裡 就出來了 可是如果怎麼說 欸 溫度器你夾一下 好拿出來 畫100度F 我在那邊畫100度F 跟這個溫度器拿去給N 按摩側 畫一下100度F 兩次溫度器都不一樣啊 是不是不一樣 對 就不一樣的結果 所以這比較難做標準 所以後來他習慣這個標準 很常這個他換算的結果 就是0度C等312度F 100度C等212度F 就變成一個標準 所以後來呢 做華氏溫度器的標準 也會用這個溫度器 拿去冰塊 冰水 冰跟水同時存在的那個液體 攪和攪和攪和 溫度器不會再這麼多 然後刻畫 166 什麼 慷慨 慷慨拿去拿去拿去 一包算你200塊就好 他拿一張 那你沒有什麼 100 你買錯的話 100錯的話一張就兩塊錢 兩塊錢 100 我一張錢拿就信一提 好啦 所以後來的溫度器都是用 借冰跟肥子來做標準 你不是講一個東西講到一塊 哪個人講到一半 哪個人講到一半 溫度器 是你講到一半 是我講到一半 我講到一半 是因為他打岔的關係 我嗎 我剛剛講的是什麼 你的錯 我剛剛講的是什麼 我剛剛說 做溫度器 假設我先 拿去冰跟水的地方 腳步腳步 溫度器平衡之後 我趕快在上面標一下 我寫1度C 或者標一下寫32度F 那你把這溫度器拿去 熱水的地方 主要沸騰的地方 腳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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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腳步腳步 然後刻度會這樣好 趕快畫下來寫100度C 或寫212度F 這溫度器的標準 就會到哪邊都一樣 是不是這樣 就定出來了 所以那個標準是這樣定出來 可是我如果用滑式以前的概念 那我拿溫度器給每個人講一下 我今天生病了 量出來溫度器會稍微不準 溫度會高一點 如果我還是以為它是正常的體溫 就寫100度F 結果就會不一樣 是不是這樣 懂我意思嗎 對 滑式奶 所以簡單來講 你到國外去 像現在美國還是習慣用滑式的標準 講一下溫度 現在溫度是86度F 起碼是冷的還是熱的 不是 跟你體溫來比是冷的 你用100度來看這個能不能看 是不是 我這85度來渫 算是比體溫來低 對 我如果說現在外面的溫度是 112度F 是 超級熱了 所以比你體溫來熱很多 而且出去外面可能就會被 Size Size有點快 但是它會很悶 很悶的時候很容易 30度 30度怎麼樣 對 86度差不多30度 30度左右 30度左右 30度左右起來 你滿熱的 熱啊 但是你知道說你比體溫冷 比體溫低 這樣的情況之下 要把Size是不太容易的 不要做膩 一般來講 這樣子我跟你講 我如果到一個很熱的這個地方 我還是要穿長袖衣服 為什麼 因為空氣的溫度會到我體內去 就算我沒有穿衣服 我如果衣服穿得少 空氣直接對我的體溫加溫 我身體會爆掉 我會這樣 會升高很快 可是我如果穿厚的衣服 它把熱殼開 我裡面還是冷快的體溫 懂你意思嗎 哦 所以你看那個 在那個 沙烏地阿國啊 在那個非洲 在那個比較 四島那邊 那個什麼埃及啊 沙烏地阿國那邊 中東的國家 他們都穿長袖對不對 披著頭巾穿長袖 這麼熱怎麼瘦得了 對就是因為這個他們才穿長袖 哪有披起來 懂意思嗎 假設我們現在 因為我們現在嘗試去看那種 熱的時候應該穿短一點點 可是那個習慣是穿短一點點 我們的空氣溫度 實際上你看現在的氣溫都還在32度左右 33度左右 我們覺得很熱對不對 可是他這比體 現在沒有啦 現在只有28度 你體溫 蛤 你體溫 蛤 沒有吧 沒有2度而已 好 23 我做點四度 我已經猜了 對我看一下 25 24 我最天氣 我最天氣 好啦好啦好啦 你們最厲害啊 就算是24度好了 24度你這時候覺得有點熱的時候 你不會穿長袖嘛 對不對 因為你的體溫還是比24度熱 所以現在能量怎麼傳逆 能量怎麼流動的 從我的熱 從我身體比較熱的地方流到外面 所以你會覺得你還在散熱喔 你還在散熱你不會覺得太熱 就是我們散熱的很慢 譬如我身體在燃燒 燃燒會產生多的能量對不對 我身體在吃東西 我有燃燒 吃很多東西 我會覺得熱 我的溫度能量變多的時候 就要流出去嘛 要散出去嘛 那通常身體要維持一個正常的溫度 所以這樣不斷燃燒 好 那有時候 那個燃燒不是說挺又挺 說燒又燒很難喔 但是尤其是現在的狀況是 我們現在人都生活太好了 所以吃的東西很多 我們散熱不斷的吃零食 吃點心什麼之類的 所以你吃的東西越多呢 你的身體會產生更多的熱量 我們現在熱量太多 這量太多 事實上就很容易產生熱 所以你要不斷的散熱 好 所以路徑這樣懂的意思了嗎 對 那我們可以出一個小題目嗎 來啊 好 請問一下 120度F等於幾度C 來快點 第一個算出來了 加一點 算啊 算啊 不會算 不會算請舉手 兩個 三個 沒有我看超過半數的講解 現在只有 四個好 講解 來不及了 還好 來想一下 想一下 100度C是214度F 對不對 對不對 0度C是342度F 對不對 那時候我換算是100格 相當於180格 我在講意思知道意思嗎 對 我把它切成100格 我把它切成180格 所以假設 這邊第10格 10度C的時候 第10格相當於多幾格 多幾格 多幾格 多18格 對 18格 這邊的間隔是18格 可是我這從0開始加 對不對 這邊從什麼開始加 3 32開始加 對不對 所以假設啊 10度C 所以這樣看出來什麼 10度C 就會等什麼 就是18加32 2F 同不同意 同意 同意 這10度C 這18怎麼來了 這18就是10乘上5分9 對 對 是不是這樣來的 對 你們是酒嗎 對吧 對 OK 這樣會算了嗎 我來吃 好 你們去想一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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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東西要舉100格 很多東西要舉100格